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还在一月份死了 结果到了76年的4月5号 清明节那天 在天安门广场在纪念碑 围绕纪念碑出现了天安门诗超 天安门诗超那时候是围绕着纪念碑在墙上很多人写诗歌 其实是对共产党的唾弃了 对共产党直接的这种反抗了 那是春天的故事 4月份 1976年 1989年4月15号 这个胡耀邦死 这是另外一次春天的故事 76年那次呢 后来被这个共产党镇压了 被北京 它叫北京那时候还叫革命委员会的 那个 后来就有叫工人纠察队 拿这么长棒子 就像那个北美那棒球棒似的 但它都是棍子了 在从中 藏在了中山公园跟劳动人民文化工 那那个时候就后来 因为那个时间挺长的 那一段时间呢 我还在读书 我们就学农跑到现在的叫洪庙 洪庙北面呢 实际就是大家知道的 亚印村一代 亚印村一代 郭文贵挣钱的那个叫什么盘古大厦 就那时候都是菜地 种白菜 和北京农业研究所什么都在那边 我们到那儿学农去 长了一身狮子 所以当知道北京打人的时候 我们那时候正挠狮子的 但是那是北京出的事情 春天的故事 89年4月15号 春天的故事 4月15号当时出现的事情就是 胡耀邦死了 然后又发起我们知道的8964 1999年4月25号 那我们知道 在4月23号的时候 法轮功学员在天津的 那去向天津市政府说明 当时的是这个叫什么合作区务 去侮辱法轮功 在刊物上 结果天津的学员去向市政府说明的时候 那后来人家上头有命令 江泽民有命令 就把天津的法轮功学员打了 抓了40多个人 结果隔了一天 4月25号这天 来到了 来到北京 他们本来是要去 原来叫西安门大街 如果你知道西安门大街的话 这头是北海的后门 前门 中南海的后门 那另外一头就是西四排落 西四大街的钉子路口 原来我们叫西安门大街 咱就住哪 从那长大 在这个 在旁边有个胡同 叫西辛斯胡同 这个胡同的边上 国家事务 国家事务 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 和全国的宗教事务管理局 法轮功学员本来去那 要去说明情况 被北京的警察 很多外地的 天津的 武清县的 我不知道有没有现在 雄安新区这一带的 这个 那当地的警察坏 这个复游街的地方 有一个复游街派出所 结果他把这些人 那些人问呢 说宗教事务管理局在哪 他给带到拐角去了 一拐角就进了复游街了 就把中南海给围了 所谓 99年 4月25号 万人法轮功学员包围中南海 是北京公安局下的套 北京市公安局下的套 那这是我们 后来我们看到现在对法轮功的迫害 但春天的故事 如果大家跟着我这个 这个线路走的话 你会发觉很有趣的 4月5号 4月15号 4月25号 发生在北京的春天的故事 现在呢 2017年 时间是个神 我们看到的春天的故事 干什么了 习近平4月6号 7号 4月1号 先干了新安新区 4月6号 7号 跑到佛罗里达 跟川普说 我跟金三胖掰了 意识形态上掰了 法官有篇报道文章 题目这么说 美国副总统彭斯 指朝鲜将招致粉碎性反击 那中国官媒呢 讥讽平壤说大话 制止朝鲜核武器 靠美国武力 靠与中国合作呢 那美国副总统彭斯表示 乌云正在地平线积极 那朝鲜曾经再次威胁 准备新的核武器试验 中国官媒讥讽平壤说大话 美国副总统在日本出访 形容平壤是地区安全 最危险最迫切的威胁 平壤政权一旦动用核弹 或者弹道导弹 将遭到日韩军事同盟国 美国的巨大反击 那这是一个标志了 因为在这个其他的媒体中 我忘了是纽约时报 还是德国媒体提到 美国已经很可能接受了 美国国防部长的一些建议 他会用现在的反导系统 在朝鲜半岛周围 他会利用海军的包括他驱逐舰和 包括他驱逐舰护卫舰上的反导系统 和部署在韩国的反导系统 而在日本会动用日本的反导系统 拦截朝鲜的这个这个 试验的洲际导弹 如果这个做法真的实施的话 那其实就处于一种战争状态 就是表明战争已经重新开始 那美国高官星期三宣布 这回又宣布了 文森号航母将在24小时之内 开往日本海 这是他正式说了 该舰应该在25号到28号 进入朝鲜半岛的东部水域 对朝鲜直接构成压力 华盛顿高层讲说 目前仍处于对朝压力最大程度的阶段 如果朝鲜至难而退 其中关键的一环 就是美国希望中国对朝鲜 在政治和经济上施加更大的压力 迫使朝鲜放弃其危险 最终也会导致中国受害的核计划 现在大家都认可了 朝鲜的核武器直接威胁中国了 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明确表示 美中出于共同利益 所以在朝鲜核武器问题上密切合作 那川普本人也对北京持有信心 BBC在访问朝鲜的这个外务省的外相时 外相表示他要每个星期 每个月每年都要试验 这个洲际导弹 那结果中共官方的人民日报 叫侠客岛微信号嘲讽说 说在说大话 朝鲜今年以来五次导弹试射 四次失败 那包括阅兵时拿出来的新型洲际导弹 太过出人意料了 真实性值得怀疑 人民日报这么嘲讽他 他也证明今天的朝鲜核武器 随时会打到中国 那他已经认可这种危险性了 5,000 years of Chinese music and dance in one night incredible groundbreaking a cultural phenomenon a must see experience Shen Yun 围绕着郭文贵 红色通缉令来的时间非常的特别 美国之音因为成为了这个事件当中的核心的媒体了 所以他就向这个国际刑警组织发出了询问函 连续在在以另外的方式来弥补他自己给自己带来的极其窘迫的境地 首先红色通缉令不叫红色通缉令 这是中国的说法 这个东西应该叫做红色通报 这是准确的讲法 叫红色通报 国际刑警组织19号回复询问 说红色通报不是国际逮捕令 这已经早跟大家讲过 成员国根据有效的国家逮捕令提出请求 由国际刑警组织的总秘书处发出的临时逮捕一个人等候引渡的请求 其所有权归提出请求的成员国 这解释的很清楚 中国提出这个说法 实际他具有法律效益就是说 对郭文贵而言 美国可以把他利用这个东西 红色通报 可以抓捕 暂时扣住郭文贵 等候遣返 那现在的问题就是说 郭文贵自己讲了 他是美国公民 他有11个国家的护照 其实这些解释 等于郭文贵把自己的底牌也都亮出来 对吧 谁有能力找11个护照呢 那人为什么要搞11个护照呢 我们原来跟大家分析过很多这些故事了 对吧 那也就是郭文贵也同样 我们不好说了 他自己都给讲出来了 对吧 那这里呢 有个问题就是说 当他强调是美国公民的时候 可是如果事情触及到 他是规划前 规划成美国公民之前 所犯的事情的话 他同样有麻烦 有关个人受到国家司法机关通缉 国际刑警组织的作用是协助国家警察 查明或找出这些人员 以期使其被捕和引渡 这是他的作用 他也提到说 国际刑警组织本身不会派人逮捕红色通报所涉及到的人 但国际刑警组织很多成员国认为 红色通报是一种有效的临时逮捕请求 特别是如果他通过双边引渡条约 与请求国相关联 在红色通报进行逮捕的情况下 这些逮捕行为是由国际刑警组织成员国的 国家警察官员实施的 那这里应该讲是美国警察来可以实施这件事情 但前提他双边具有引渡条约 那现在郭文贵会怎么样 取决于美国人的态度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